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会药伤 水玄剂跟乳剂都不能混用 不要以为 杀菌的水玄剂或乳剂用0.5cc 加上杀虫的水玄剂或乳剂0.5cc 一起加到1000cc的水里 这样你的浓度就会变成 农药1cc堆1000cc的水 等于1000倍 就会超出叶片忍受范围 所以才会有药伤 大部分水玄剂或乳剂都是使用2000倍 新药使用前都要先拿一颗来当实验测试一下 有些农药有可能比较利 2000倍也有可能药伤 第二种为5公升压力喷药桶 一般我都会习惯将水加到4公升 另外一公升留在旁边凉杯 有混合颗粒计时比较好确认是否化开 5公升的水兑2.5cc的浓药 等于2000倍 各位小姐姐应该都会算了吧 如果还不会算可以底下留言帮你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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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 不用一直手压住可省力 这个是卸压法 当你喷完还有压力时卸掉器比较好转开 第三种为电动喷药桶 上面桶身提供的容量数字是错误的 所以要重新测量自己能背得动的水量 个人是定义在18公升 所以在17公升做记号 之后直接拿水管罐到17公升就好 小姐姐们如果觉得太重 可下修到12、14、16都可 以农药2000倍去除 你加入的农药量会比较精准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公升除以2000倍等于9cc 这个是开关 这可是微调旋钮 可微调出水量强弱 这可是充电器 这个是充电器 吃饭的药不要浪费顺便地面喷一层 吃饭的药不要浪费顺便地面喷一层 电动喷药桶一般人最担心的是维修问题 它构造其实也蛮简单 这颗是锂电池 当你整桶无法喷完时就该换 跟手机电池使用次数原理一样 这颗是马达 当你使用到水量怎么越来越小无力时 就该更换 要更换也很简单 拆开底板大概讲解一下 让想要入手的小姐姐有个概念 不用担心故障要维修很麻烦不敢入手 马达有两条电源线一黑一红 我们只要顺着故障拿颗两条线 就可以找到这两个节点 同颜色替换上去就好了 水管可能有点难拔可请男生帮忙 照原位置替换应该不会太难 锂电池一样很简单 4颗固定螺丝卸下 照原本正负级替换接上即可 这边就不拆开示范了 这个喷药桶用了约6-7年 换过两颗马达跟一颗锂电池 小姐姐们在自行评估是否购买 以上都无工商之入 网络上可搜寻电动喷药桶 喜欢我影片的朋友 帮我按个赞跟订阅 我才有更多动力拍影片跟分享经验 我们下支影片见 Bye